他过得多幸福 多美满 觉悟了 觉悟就清净平等觉了 迷疗 清净变成污染 平等对变成傲慢 傲慢聚生烦恼 觉变成了糊涂 愚痴了 你看 觉悟的时候是清净 平等觉 迷惑的时候 是染污 傲慢 惩慧 愚痴 这个是 宇宙万有的根源 把根找到了 根不是真的 是假的 这个假从真变现出来的 真是真现 永恒不灭 我们剑土宗教 长极光剑土 那是真的 《华严经》里面 跟我们讲宇宙的缘起 华藏世界品 世界成就品 比我们现在 科学家讲的圆满 怎么升起的呢 一念不绝 而又无名 一念不绝 就在自性里面 变了一个幻象 这个幻象叫阿赖耶 阿赖耶就变成宇宙 变成自己的身体 几乎是同时出现 他速度太快了 弥勒菩萨讲这个速度 一坛值 三百二十兆 的念头 这一坛值 已经三百二十兆的念头 每一个念头 就是那叫一念 佛华家 一念不绝 就是那个一念 这一念里面 有物质现象出现 物质是宇宙 有精神现象出现 精神受想行使 无韵出现了 色受想行使 色是物质 阿赖耶的这个 这个境界象 像分 精神现象 受想行使 阿赖耶的见分 转向 就讲得好 都是从一念不绝 所以一念不绝 叫无时无名 无时没开始 你要晓得 这个说话用意很深 没有开始 就是假的 不是真的 能一现能变的阿赖耶 是假的 不是真的 那所变的这个宇宙 哪里是真的 不是真的 你迷了 认为是真的 你绝物就知道 它不是真的 所以觉悟的心清净 一尘不然 它没有 占有的念头 没有控制的念头 没有对立的念头 你说的多四三 这就是菩萨 硬化在舍法界 人家是用 清净心 平等心 觉心 我们经体上 清净平等觉 他过得多幸福 多美满 觉悟了 觉悟就清净平等觉了 那迷了 清净变成污染 平等 平等对变成傲慢 傲慢 居身烦恼 觉变成了糊涂 愚痴 你看 觉悟的时候 是清净 平等觉 迷惑的时候 是染无 傲慢 诚惠 愚痴 这个是 宇宙 万有的根源 把根找到了 根不是真的 是假的 这个假从真 变现出来的 真是真心 永恒不灭 我们净土宗教 长极光净土 那是真 也就是慧能大肆 开悟的时候 说五句话 形容 长极光 他前进 永远前进 不生 不灭 居住 无量的 智慧的相 从来没有 动摇哭 能生万法 一念不觉 就先万法 了解这些 事实真相了 我们心就定了 无论在什么环境里头 你都不会被 境界所动摇 那叫真正的幸福 那么为什么 我们做不到 说这些 了解不够透彻 这是早年 张家大师告诉我的 佛法 知难行义 你看行 反胜 就在一念之间 慧能大肆开悟 是一刹那了 释迦牟尼佛 在菩提树下 开悟 也是一刹那了 一点都不难 放下 就是 那为什么放不下 没看破 那放不下的人 佛就是用金教帮助他们 所以 49年 讲经说法 是帮助那些放不下的人 那是一讲就放下了 后必这么麻烦 不需要了 中文的大德 上上更新 一文千五 他一下去撤五了 就是他撤底放下了 为什么放下还要 祈修呢 还要去学习金教呢 那是为 广度众生 你对于金教不通的话 众生根性不等 什么样的根性都有 你怎么去帮助他 所以这个要涉猎中间 涉猎教 学教是帮助别人 不是帮助自己 帮助自己呢 那在我们 我们不修禅文 修净土 就一句阿弥陀佛就行了 自己就成就了 金教帮别人 自利利他了 那我们没有大车大悟 金教帮助别人 同时帮助自己 帮助自己提升 帮助自己看破 看破才真正放下 所以看不破 要在金教上下功夫 看破就不必了 所以这是 这一段特别提醒我们 震惊太重要了 修行人 不管是哪个宗派 哪个法门 一定要保持 正知正解 事故 其余住法 命难行到 这个法门是一行道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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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